2 2 3 3 黑色修理車突然從右邊竄出 緊跟在這輛轎車旁 接著不斷按喇叭 繞到車子後方 開始做出逼車動作 再硬切近內車道加速前進 過了幾秒 修理車又出現在車旁繼續逼車 從右車道一口氣 切了兩個車道進來 接著再左右橫移 做出第三次逼車 等前方貨車走了又再逼近 轎車甚至還直接開到巴士前面 不斷切換車道影響行車安全 為的就是要找到機會繼續逼車 前前後後逼了7次 最後還差點害到這一輛白色轎車 反應不及差點失控 駕駛被這輛修理車惡意逼車 嚇得最後趕緊下新竹系統交流道 逃離修理車的挑釁 轎車駕駛慘遭逼車 路段長達10公里 當時是從國道1號109K開始 這台車忽然出現在我的右邊 然後他就一直想要切進來 我就不可以切 他就一直在長按喇叭 從我後面繞過來 然後又從我左邊開始逼我的車 因為轎車駕駛不讓 休旅車切換車道 沒想到惹火對方一路惡意逼車 轎車在高速公路上亂繞亂切車道 差一點就肇事闖禍 目前駕駛已經決定提告 也希望國道上惡意逼車的狀況 可以得到嚴城 記者和孟前蔣以安 新竹采訪報導